唉 回Part Time有什麼用啊? 睡覺吧 Hello 今天就想說一下 回Part Time其實有什麼好處 Part Time其實自由度也挺大的 無論如何其實身邊怎麼都有人會問 喂 我又不是餵錢 我又不是餵興趣 為什麼我要回Part Time Part Time有什麼用啊? 如果你是這麼想的你就錯了 根本上回Part Time 最重要的不是錢 而是一些用錢買不到的東西 所說的究竟是什麼呢? 有什麼是這麼重要呢? 經驗這兩個字 經常聽 但是原來它是這麼重要 經驗是一樣用錢買不到的東西 而且又是一樣很重要的東西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每一間公司 基本上都是看你的工作經驗 而它決定請不請你 就算你是高學歷 那又怎樣? 你沒有經驗 很多公司都會考慮你 直接reject 甚至不回覆你的apply 因為在公司來說 培訓一個新員工 是他們需要很大的成果 如果你是剛剛考完DSC 知道了成績 等著入U入大專也好 甚至乎你是讀大專大學的你也好 如果你有時間 不妨找份Part Time 因為你累積到的經驗 將來是會直接影響到你 怎樣去找到一份好一點的工作 因為有很多大公司 其實他們都是看你的工作經驗 而去決定請不請你 至於你說想問 在哪裡找到一份好一點的工作 又或者是用什麼方法 用什麼途徑去找工作 其實個人建議 其實是用Jobsdb 就可以找到一些比較大型小型的公司 甚至是一些可靠性比較大的公司 又或者你可以試一下 用CT Group Jobs 也是一個好好的選擇 因為它可以直接加到你的CV 進去 直接按一下 就可以等那間公司去審核 又或者去考慮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方便 以我個人的經驗來計 那這條影片呢 就講了為什麼要回Part Time 又或者其實Part Time的背後 是有什麼重要的 那下條影片呢 我就會想講一下 其實找些什麼公司的Part Time 是會比較好一點 如果你們想留意的 就記得記得Subscribe我的頻道 有任何的問題 歡迎comment我 又或者IG DM我都ok的